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琴师姐你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美琴师姐好久不见 有十年以上 起码 对不对 然后我还记得美琴师姐一讲我就想起来 那时候她做面食 因为是山西人会做面食 然后做那个彩色的叫做意大利面 而且所有颜色都是用天然的菜水果去提炼出来的 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料理 百年好合 太好了 我告诉你们 百年好合这一道料理学起来 以后不是说去祝福人家百年好合 是你真的可以拿这一道料理去祝福人家的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百年好合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百年好合 材料有 豆包姜一碗 干香菇三朵 蜜薹两颗 百合一朵 甜菜跟汁一碗 调味料有 香油三匙 冬菜粉适量 蚂蚁粉少许 义豆粉两汤匙 好 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跟调味料呢 真的不要先告诉你们它怎么变化颜色 你们慢慢跟着看就知道了 是 好 那现在你要先处理什么 我先 我们很少人看到蜜皮的壁气 是 我今天就特别就是说 拿着这个蝉皮的壁气 市场买的时候 它们就泡在水里面 是把它都已经都削好了 削好了 它们泡在水里面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都是先把它自己 我都请愿自己来给它削起来 你买皮 然后带皮的自己削 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卫生 那我们买带皮的 我们比较可以放 那像我这种的话 我都可以放差不多两个星期 没问题 好 就用塑胶袋绑好就好了 对 放在塑胶袋里面 那个不要很热 如果你晒了太阳 你就会放在冰箱的话 那容易坏 对 真的很容易坏 它还蛮焦贵的 但是好吃 是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去自己慢慢削 像它一样要泡在水里面 对 泡在水里面 保持它 因为它有铁质 黑黑的 如果里面 就会变黑黑的 黄黄的 很不好看 所以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面 那有的是泡在盐水 我没有泡盐水 我就是 清水 清水就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还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是拿了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们的 豆包浆 豆包浆 对 不是那种什么什么素浆 不是 对 不是 这是天然的豆包浆 好 这个就是他们做我们的 豆包的那一种原料 比那个 如果是用老豆腐的话 它比较粗 这个很细 所以我在想说 质感很细 它的质料很细 对 而且这种东西都是非常清洁 然后我就要用我这个香菇 好 来切香菇 香菇 我都来切一切 我切一切 切了这个香菇以后 我们这个香菇就要切成末一样 我有时候我不是在用这样子的切 我就用那个干的香菇 干的香菇用水洗一下 我就用一个塑胶袋 我就用一个锤子 就来给它拍拍拍 它就变碎了 就变碎了 就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来拍一拍 好 我那个就放进来 对 放在这里 好 现在像这个也是 我就是把它弄到里面 我就拍一拍 拍一拍 你看它就很碎 它很碎 我就直接就放到 可以放到这个里面来 比例这样够了 够了 这个可多可少 你要通通放也可以 这样子 然后我这个也放进去 好 再放进去 那我就要拌做料了 今天我用的做料 是用我们的师傅做的冬菜的粉 我都不需要去再加上什么东西 我就通通放下去了 放进去才好 对 放下去了 那就是浸汁冬菜粉 真的很好吃 对 浸汁的东西 然后加一点就好了 香油 这是香油 加一点在里面 它有一点其他的味道 然后因为它这个是豆酱 我都可以不要再去调什么粉 它有连性 然后我就给它这样子拌好了以后 因为它这个 你看爱琴姐 它这个是真的是很香 而且我说实在 我们这个东西 它这个豆包做起来的时候 它是很清洁的 我有时候我都 我就这样子我弄了以后 像在旁边这样子的 我都会 就这样子可以生吃了 这样就可以生吃 不怕它有什么问题 豆包酱是熟的吗 对 熟的 豆包酱就是熟 豆浆上面那一层磨 对 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比树浆 什么树火腿浆什么的 更健康 那个等于是一种加工的食品 我们这就是原料 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它去弄了以后 我要再拿一个我的那个 玻璃籽 这是玻璃籽 而且你要做年糕什么样 对 现在我们不怕什么树化剂 什么东西的 我们这个就把它放上去 然后我就把它就弄上去了 像玻璃籽一样 玻璃籽 来 我就给它放在这边这样子 好 好厉害 我把它这样子就 就这么简单 差不多 而且你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要惜福 我常常 我跟我们的师姐 我们在做东西 做点心什么的时候 尤其我们那个巧克力 什么东西 我们的巧克力粉拌的东西 像这样子的 那不是很可惜吗 对 刮一刮 那怎么办呢 刮也刮不掉 那我们就 他们就知道说 用点冷开水 然后就放进去 他们就把它拌一拌 玻璃籽 你的最爱 好 像这样子呢 就把它都放好 压平之后 我们现在要拿去蒸 对不对 对对 你用那个电锅蒸也可以 外锅差不多 因为它都是熟的 像我们这么小小的 我差不多半杯水就可以了 这么快 对很快 而且它会发起来 它那个 它会碰起来 碰起来 就像我们豆腐 它就会热了 它会碰起来 可是冷了它又会缩回去 这样子 对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要去蒸 拿去蒸 但是呢 蒸完之后呢 当然你会想 这个蒸完 传统的做法 一定是倒扣在盘子里 对不对 对 倒扣之后呢 我们还有花样的 是 只要变什么花样 我们现在就来看 先不要倒扣 对对 不要倒扣 好 那这个我们就等一下把它 拿去蒸 好 那现在要玩什么花样 现在玩什么花样 就是这个红红的水 是什么水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水的话 红色的天然的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 最多卖的 除了火龙果以外 这个就是甜菜根 甜菜根也可以 洛神花也可以吧 洛神花会酸 酸的不适合 不适合 甜菜根是甜的 甜菜根它没有味道 好 它只有一种那种 如果新鲜的你吃的话 你吃它有一种土土的味道 对对对 有土土的味道 所以你这是煮的还是打汁 我没有 这是我打汁 打汁过滤 打汁过滤 过滤 一定要过滤 如果没有过滤的话 它就有很多的渣汁 渣渣汁 有时候我如果是说懒了 没有打汁的话 我就把那个甜菜根就切一切 然后给它整块的 给它泡到水里面 这样子就变成红红了 它就会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那个甜菜根还可以吃 对 然后我们这个打了 打了以后 那个汁不是有滤过吗 那个汁我们还可以做馒头 你说那个渣渣 渣渣我们可以和面做饼做馒头 对 厉害吧 那这个我就来 要开火吗 开火 它是红色的 好漂亮 你看这个底下都还是有一个 对 还是有 因为我们这个打得很细 打得很细 它等它开 等它开了以后 我就要把我的百合 因为我们的名字就是百年好合 所以我就要把我的百合 放进去等于染色 就变成红红的 变成红红的颜色 好 这个 这就是百合 买回来的百合 一球一球的 对 一球一球的 好吧 这要小心掰 对 变成一半一半 对 一半一半的 然后我就 它等它开 要等水滚 对 水滚 因为这个等于算是熟食了 这个其实直接可以吃了 这可以吃 可是生的 对不对 甜甜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如果是说 我们那个豆包的话 已经蒸了 蒸了你用这个生的 不好 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这个也要熟 都熟食配熟食 对不对 那它现在已经开了 我就把它放下去 你看 放下去它就会有那个颜色 就出来 马上就染色了 它马上就染色 而且你不要太久 为什么 你太久的话颜色就会太深了 它就会太深 还有太久 这个百合也变软了 对 软了就不好了 我们就这样子 你看它就是变成红红的了 对不对 这样烫一下就够红了 对 够红了 对不对 你看看 都很红了 而且是那种 好艳的桃红色 对 你看这都是天然的色素 现在我们接着 好桃喔 好像桃花 桃花 真的好红喔 这个紫红的很像什么 你知道 很像那个烟红色 对 很像那个 人家婚宴在半斗 有没有 铺在桌面上的桃红桌 不一样 好红喔 如果说不讲 你们看到这个颜色 不知道是什么 讲我不敢吃 我就觉得好像是蛇素 这是天然的 对 这是天然的 所以你看 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 怎么会这么样 请问这个水怎么办 这个水可以给它喝掉 好 我这个就可以给它喝掉 好 就那也煮开了 对 反正也煮开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我来喝 就我来喝 这真的是很 我超爱甜菜根的 对 甜菜根 好 好 那我现在这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 要倒扣 你们看到没有倒扣了 倒扣了 就把它倒扣起来了 这倒扣起来了 然后我就会把我们这个 这个拿给它一个一个的 插花 对 由小到大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插成这样 对啊 我就是把由小到大 就慢慢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亲子活动 妈妈把那个都蒸好了以后 然后小朋友 就可以叫他们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它真的煮太久 软了它就插不进去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个 因为放在蒸的时候 要马上就拿出来 它就是软的 这个吗 豆包 对 豆包 你越放它就越硬了 所以吃的时候 黏这个百合花瓣 对 百合花瓣 等会还有啊 光是这样子不好看啊 我要用我们的马蚁粉 马蚁粉 加什么 用加清水 冷的 冷的水 然后我要来打一个芡 漂浮在绿的 绿绿的湖水中 对 一朵艳红的睡帘 然后我用我们的那个 原味的薏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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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它勾芡 给它勾芡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我就不需要用什么 绿的蔬菜什么都不需要了 我们的蚂蚁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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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蚂蚁粉 好厉害喔 然后再加这支什么 这就是我们原味薏豆粉 这个可以吃吗 可以啊 那我现在这个可以吃一口吗 好 你尝尝看 好 尝尝看 好不好 好啊 我想吃 这个是原味的喔 真的是好吃喔 好 豆包姜 豆包姜 这个很棒 但是我忍耐一下 我等你那个 益豆粉勾芡之后 我再淋在这个上面 好 这个 这个很有趣 好 很有趣喔 要把它调成糊糊 我们做东西要美美的 你稍稍用一点点心思 做出来的东西 就叫人家就觉得很好吃 对啊 这个太惊艳了吧 对 人家看到都觉得 天哪 我这个本来是做一瓶豆腐的 一瓶豆腐后来我就有一次 就忽然之间 就有那种灵感 我是说用这种东西 其实像这个东西 我已经在教学 在100年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社区 民国100年 社区教学 我就有来教过这个东西 教过这个东西 对 好 我要来吃这个 我们东西就是这样子 你看 我们真的是原料的 所以它不容易像我们 什么太白粉那些 那么容易能够融化 豆包姜 好吃耶 豆包姜 好好吃喔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等一下就要把它放在这里了 对不对 对 我要淋在它旁边 我要淋在它的旁边 好了 好了 好 给我一口 这个是稍稍有一点点的苦 为什么 麻衣 麻衣 麻衣就是这样子 好 我来把它这样 这样吃吃看 是不是有一点点苦 还好 还好 而且这才有一种那种 就像莲花莲藕那种天然的苦味 对 对 其实太神奇了 好吗 对 就是很漂亮 真的是 美美的 逢年过节 甚至于大拜拜都可以做 我是觉得说 像逢年过节 孩子在家里面 我们做好这样子 蒸完了 小朋友就在那边 插花 插花 他爱怎么插就怎么插 对不对 太厉害了 你看那么多年没见 看到你 你还是更有创意了 真的 好高兴 感恩你 感恩 感恩师姐 很好吃 我要再来一口 对 百年好合 做法是干香菇洗锅切末 碧芹拍碎 百合拨开备用 在豆包浆中放入 碧芹 香菇 冬菜粉 香油 搅拌均匀之后 倒入已经铺了玻璃纸的容器中 入锅蒸熟 接着取出倒扣备用 在锅中倒入甜菜根汁 煮开之后再放入百合烫熟 再取出插在豆腐上面做为装饰 蚂蚁粉加入适量的水调匀 再倒入锅中煮开 接着放入玉豆粉水勾芡 起锅淋在豆腐的周围就可以了 好舒服喔 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一大片森林啊 难怪人家说公园是都市之费 今天点儿来到了屏东千禧年 所建立的千禧公园 占地大约有13公尺 园区内采低度开发 尽量保持原生植物的生态 这是老少行仪的好地方喔 这里这么大喔 走着走着我肚子都饿了 看一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料理呢 今天要带大家来吃的就是水饺 老板你好 你好 我要一份水饺 好 请坐 里面请坐 谢谢 这间素食馆里最有名的 就是老板手工做的饺子 听说来店里的客人 十个里面就有七个会点水饺耶 非常的好吃啊 皮又很Q然后又很鲜甜 对啊 然后又没有一般就是素食味啊 然后这是我觉得是 屏东市最好吃的水饺吧 杨老板的手艺让客人称赞不已 而这水饺就是他自己慢慢摸索而来的 那么到底这水饺的美味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杨老板这些水饺的馅料都是你自己准备的 也是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啊 里面有高丽菜 芹菜 还有冬粉 红萝卜 还有姜末 除了一般的蔬菜之外 杨老板还加入了一项法宝 就是香春 香春是很健康的一个植物啊 它抗氧性是很强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列为我们这个 提味的一个佐料 提味的一个重点 对 坚持取用天然 不加香精的杨老板 光是馅料 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才抓出让他满意的味道 不过在开店之初 也曾因为这般健康的口味 让他一个礼拜 都卖不到200颗水饺 生意跌到谷底 尤其是在我们南部 大家都属于重口味 就是习惯 所以说你很清淡 就用水煮 那这个没有味道 所以大家就很不容易接受这样的 不过 皇天不负苦心了 这爽口的水饺 慢慢的征服当地人的味蕾 现在一个礼拜 都卖出2000多颗耶 这一路走来 杨老板也很感恩客人的支持 让他更努力的制作出 美味又健康的水饺 想要吃素食的水饺 就想到这里 它的皮很Q 然后它的蔬菜吃起来很清脆 吃得到高丽菜的甜味 本身的甜味 它因为切得很细碎 然后那个人工的料并没有 不会像一些放的很多加工的那种色素 它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吃起来好像 就是很天然很自然 让我们觉得说这样很顺口 这边的话是迎合你的健康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只要健康的 它就是做的真材实料 也不用很多的那个什么味道 就是你没有沾什么东西也是很好吃的 不错 那个口感很不腻 很清甜 不腻 所以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吃健康素 哇 大家都在这里要额了 我也迫不及待地想吃吃看 来 水饺来了 来 谢谢老板 这是什么 酱料 那个是专门沾水饺的酱料 是我们自己特制的 水饺皮很Q的 然后搭配着那个酱油膏吃起来 它可以提升蔬菜里面的鲜度 那清甜的高丽菜 还有滑顺的冬粉 搭配淡淡的香醇味 真的是相当的爽口 一点也不会油腻耶 再搭配上一碗料多实在的酸辣汤 哎呦 真的是太满足了 真的是谢谢杨老板 制作出这样低油少盐的水饺 让我也渐渐爱上了这般清爽的滋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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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